打开软件发现压力卡掉线连通讯连不上 检查里面的网络配置 密码一般默认为1234 通过这里的以太网配置工具 在里面可以刷新搜索一下当前是否有存在压力卡 此时可以看到连接到电脑上面的端口为以太网2 设置要求以太网2的IP地址与设备的IP地址必须属于同一网段 此时压力卡为1.30 端口8089 这一组参数必须 这一组参数需要填入到与这里一致 此时把电脑的端口设置成 电脑的IP设置成192.168.1点网段 刚才搜索到的电脑端网口为以太网2 将它的IP设置成192.168.1点网段 将它的IP设置成192.168.1点网段 再次刷新网络搜索工具 此时处于同一网段之后 压力卡人正常显示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旁出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